欢迎收看东夫 即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 早前节面有几宗新闻是和大家息息相关 是不是不想消费又有性价比高的抵玩生长 这种资讯肯定很多人会觉得息息相关 我不能说你这个答案有错 只不过我想说的是 阿斯利康首次承认新冠疫苗可治血栓 而打新冠疫苗后患白血病 内地群体速切赔偿机制 关于新冠疫苗的新闻一时之间又再抢占眼球 大佬 我很不容易才走出疫情阴霾 你不要再提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挂开箱巴可以吗 那即是怎样 麻烦大家搞清楚 现在是有药厂承认新冠疫苗或罕见副作用 最好全世界都好像某些家长教子女似的 不准多事 不要理人家这么多东西 这样的态度才叫正确 负什么作什么用 之前就说了 副作用分已知和非预期 非预期是指疫苗产品没有列出的副作用 或是与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无分别都不为过 现在有药厂狠狠狠承实豆沙包 各界就多一笔资讯 不然可以怎样呢? 究竟市民大众对于 再有疫苗负面新闻出现又怎样看呢? 东夫乐区访问了市民的心声 另外也听听医疗卫生界的意见 事不宜迟 东夫各界职营 现在有些新的疫苗加强剂 你自己会不会选择去打的? 不打 因为之前打都是因为要打上班才才打 否则本来也不打算打 我有个同事他打完就整个新出了红尘 你自己担不担心这些副作用呢? 都担心不到因为都打了 如果有得选择当然不会再打了 我打算打防止疾病而已 但没想过有没有效果 暂时不需要住 其实都暂时受控的不是这么严重 打不上压 所以就不打了 当时政府是有很沉重的检视两种疫苗成效和安全性 才推出去给市民使用 当时有第三种疫苗香港是没有进入的 就是阿斯利康和悠春大学一起去研发的疫苗 这种疫苗呢 第一就是当时已经发觉香港其实已经有足够的疫苗 第二就是当时在欧洲已经收到有不少 打了那种疫苗之后 是有血栓塞的一个现象出现 因此香港政府也都是比较审慎的 就是没有注入那种疫苗的 你说一些夺作用啊 或者是异常事件的比例呢 实际上你看到都是相当低的 如果你说异常事件的报告呢 大概是百分之零点零四度 这个数是相当相当低的数目 而其中呢 比较上多人关注的就是面痰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常见的病毒 包括流禁病毒新冠病毒都可以引致面痰 常见的疫苗也都有这个风险 但是疫苗引致面痰风险呢 是远远低过病毒本身 而面痰的数目 如果你只是看回比率有多高呢 就是每10万个呢 3个左右 10万分之3的面痰风险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坐飞机遇上意外的几率呢 是大概10万分之7 那你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回答了 对不对 哦 听完讲解 心都安定了一点 是咯 你都别再生人生胆了 说真的 你曾经何时有听过 有哪间生产疫苗的药厂 各国政府大小医生 中癌专家 有扶评过新冠疫苗啊 又的确是绝小的 只不过发挥第四权的传媒 就报道过不少接种一针 两针 三针之后 出现异常反应的报道 上网也可以找到曾经有不少人 讲述自己打三针之后 出现各式各样的后遗症 他们有没有求疹啊 身体不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很难说得埋 又是虚张一点的 圣斗小市民怎么够各国政府 大小医生 中外专家这么权威啊 所以说你啊 知不知道为什么早前香港频频 竟然大了啊 是为了襯托中外社会上 某一帮人士 知不知道是哪帮人士啊 疫苗啊 虽然台湾有本出版物 海中明义探讨新冠疫苗真相 疫情前也有不少 医药厂谋取暴利可以去到 多彻底的纪录片 但竟然社会上也有人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究竟是有人疫苗 还是有人鸵鸟呢 两体咯 因为我研究过 V型肝炎疫苗 所以我对疫苗的研究跟著作 有一些认识 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 那疫苗的制造当然是用病毒来做的 不管你用病毒的全部 或是病毒的一部分 或是经过剪接基因改造 都是病毒 当然这些病毒都是剪毒 或是已经弄成无毒的 那你永远不知道这些生产的厂家 他持了病毒之外 他还加入什么 黄乳剂 添加剂 安定剂等等之类的 打了疫苗之后 这个后遗症是因人而异 看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遗产情况 而不一定 当然后遗症不一定是马上就发生 最多的情况是在半年之后 甚至一年之后发生 什么症状都有 但是科学上你难以证明说 你产生的疾病 不一定是跟打疫苗有关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病毒不断的突变 你的疫苗是不会突变 所以要研究疫苗 大概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正式上市 可是疫苗在半年之内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不打疫苗怎么办呢 自我提升免疫力 当然你要从运动 从饮食等等各方面 来加强自己的典型的抵抗力 跟免疫力 讲过回来再和大家的东夫 这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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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表达什么才行? 没有 只是想说FAA 至少表现出会彻底调查所有报告 这种态度是现今社会难能可贵 超 都不是这么说 有句话相信你都听过 和谐不是一百个人说同一件事 而是一百个人有一百句不同说话之余 仍然互相尊重 按这种说法敢于不跟主旋律地球大合唱 反而列出证据 整本书这么厚大唱对台戏的人士 还有以及终于肯承认事实的药厂 都应该获得各界尊重 因为他们思想海鸣得多 总之疫苗有关方面说了N多次了 所得效益大于风险 疫苗的有效率符合要求 何况以上事件还有保障基金 怎样?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因为伤害而申请基金 获批的中数大概是两三个申请之中 有一宗是获批的 死亡个案就差不多要去到 接近60宗的申请才有一宗是获批的 当然我想这个涉及到很多 是在医学上的判断 死亡和伤害的个案 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证据 是认为和疫苗有关呢? 才可以获批的 可能在市民的角度 就会感觉上未必觉得 那个疫苗保障基金 是真的能够保护到 保障到 困难之处都是在于 他们未必能够在医学上面 除了是接种完疫苗之后 出现了这个新的状况 这个先后次序以外 未必那么容易是 扩纳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市民 因为这些情况 接种完疫苗之后 有新的異常的状况出现了 他们申请的基金 都未必会容易成功 实不相瞒 早在20年前 新英格兰医学雜誌首位女性总编辑 Mashia Angel 就着药厂做事手法 可以去到多彻底 出过一本书 这个社会十个穿了九个 毕业后都没有斗过名为书的东西 你就和人唱反调 这么不合群 不就只管说来听说 有什么这么厉害 书里面读爆了一些药厂的手法 他说大部分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都很可能有严重的瑕疵 不到医师们相信新药一定比较有效安全 当然 那本书出版于20年前 所指涉的 没有可能是后来的新冠疫苗事件 他指涉的是那种做事态度 嘿 你你你你你 卖了这么多干什么 总之有飞机你就要乘搭 有针你就怕 至少到目前为止 并不是个个飞机生产商 都是被指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休天 还有 好想不要整天当着疫苗研发时间短 急着推出认识 熟紧急使用安全性会不会成疑呢 来说话 你有你的道理的 打个比喻 就像蒸鱼那样 以往蒸鱼一斤约6分钟 两斤约12分钟 现在蒸3分多钟就放入口 喂 不准你是食神里面的屎堤分周 用真气来供令食物摆出烹调的吗 Come on 不要这么多隐喻 有人29个月内累计吃了217次 不要见有事 有事那些是否本身身体不好 Anyway 所得效益大于风险 疫苗的有效率符合要求 还可什么剑什么作用 都是那条陈年思考题 你会为救五个人而养一个人牺牲吗 我保你大了 今时今日你就珍惜一下你自己 既然没有出现异常反应 上天都代理不博 剩下的时间有什么想吃 吃 有什么想玩 玩 很多人都已经不准多事 不要理会别人这么多东西 听话D 行不行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住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应 拜拜 拜拜